临终作念往生者的冤亲债主 和作念的人之间 会不会产生什么问题 甚至因此结恶缘 那不会的 作念是真实功德 因为这个时候 他一生当中最需要的 就是在临终的时候提醒他 不要忘记念佛求生 临终时候最怕的 是他对这个世间世缘放不下 他还有贪恋 还有很多事情未交代 那就惨了 他往生的机缘就失去了 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帮助他 提醒他放下万缘 一心念佛 求生淨土 作念的人一定得佛菩萨加持 不会惹上恶缘 除非作念的人 心邪 不正 那你就会受 那些鬼神的 干扰 如果你心地清静 正大光明 鬼神看到 都尊敬你 不会找你麻烦 作念会不会影响自己的修行 会不会背因果 相信有西方纪录世界 但是 不知道西方纪录世界 在哪里 你帮人家作念 帮助他往生 对自己 绝对是 殊性功德 是好事情 这种事情肯定是好事情 他的 恶因恶果 绝对不会惹到你身上 没有这种道理 你能帮人往生 大慈菩萨说 真正能帮两个人往生 都被自己修行精进 佛讲这些话 就是勉励我们一定要去帮人 帮助人家 第一殊性 就是人在临终的时候 帮助他 助念 帮他往生 他往生了 就成佛了 你帮一个人去成佛 这么做得了 你肯 喜欢时时帮助人家 我们自己临命中时 就有好多人帮助我们 我们不肯帮人家 嫌弃人家 到自己临命中时 没人帮你助念 这叫做叶恩果报 西方极乐世界 到底在哪里 经常讲得很清楚 在我们这个世界 叫西方过十万英佛国土 不是过得很清楚了吗 我还可以说另外一个地方吗 如经所言 但是有人怀疑 西方 我们在地球向西走 走又走回来了 哈哈哈 那怎样才好呢 佛经道说的西方 娑婆世界的西方 什么叫娑婆世界呢 释迦牟尼佛的报导 是这个大千世界的西方 由此可知 不是我们地球的西方 是大千世界的西方 那么释迦牟尼佛的报导 有几多个银河系 十万亿个银河系 这是一个大千世界 十万亿个银河系 那么大的声势 现在科学家还未发现 这样的说法 还未断除你的 疑惑 不要紧 无论它在哪里 我们有个信号 这个信号跟阿弥陀佛 沟通 它是航向的指导 这个信号就是阿弥陀佛这句佛号 我们念这句佛号 就好像在这里打电报 那边电报就通了 我们这个航线是通的 无论在哪一边 这个航线绝对通 绝对没问题 老实念佛 何况到临命中时 哎呀你不用去辨别方向 阿弥陀佛来接你 绝对要有信心 很想参加助念 但是 担心自己念佛功夫不够 或者害怕被亡灵附身 应该怎么做最好 只要你将这些鱼类 恐惧 消除 参加临终作念 是一件好的事情 送往生 你时时送人往生 你将来临终的时候 很多人会送你往生 果报是这样的 会增加自己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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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亡灵附身 亡灵附身 灵鬼附身不是随便附的 他附某一个人身 他与那个人有缘 而且要得到鬼王批准 鬼王不批准 他如果附身 他犯罪的 他这就是害人 他要受果报 要受 惩罚的 所以不是随便可以附身的 这个道理我们要懂 不用怕 就算附身 亦无所谓 他不会害人 哈尔滨有位出家居士说 你们同他作念 他死后 他的冤亲债主 将来在你临终时 要同你计数 所以有人就不敢作念 我想这是不对的 但是又找不到依据来说明 请老法师开示 其实 这种道理很简单 你帮他作念 他到西方极力世界 去做佛 将来你临终的时候 他那些冤亲债主 要来找你麻烦 那个佛来帮助你 你担这种心做什么呢 大慈菩萨 跟我们讲得很好 帮两个人往生 就给你自己精进 你能帮十几个人以上往生 你的福报就无量无边了 能够帮几百个人往生 你就是真正的菩萨 助念是帮人往生成佛 世间第一等功德 再没给这种功德 书生了 所以 那些人说的话 你说 他的冤亲债主来找我 你拿证据出来给我看看 如果没有证据 你随口造谣 那又不会令人相信 一切要医佛法 一切要医佛法 所以佛在经道教我们 四医法是很正确的 医法不医人 医义不医语 医了义不要不了义 医智不医色 就是医理智不医感情用事 我组织念佛已有几年 现在有同修多次劝我 要先成就自己 然后再帮人助念 但是 还有一些同修朋友 来找我去祝念 不知道应该怎么做才对 祝念 是智利利他 祝念你念佛 同时自己念佛又能帮助人 带慈菩萨讲得好 是在佛经里讲的 你能够帮助两个人念佛往生 给你自己修行的功德大 为什麽呢 你在这一生做了大功德 帮助两个人成佛 世出世间 还哪有功德 能比这种功德大呢 没有啦 你如果能帮十几个 你的福报就大到不得了啦 帮助十几个人往生到极乐世界 你临命中时 绝对往生 为什麽呢 你临命中的时候 他们在极乐世界都看到了 一定拉着阿弥陀佛 我们能来这里都靠他的 现在去去去去 一起去接他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所以我们要认真地去做 并不妨碍自己念佛 自他两厘 助念小祖最近因为法器人不够 没有办法好像原来那样助念 请问在家一心专念好 还是好像原来那样 有众生需要就去 怎样才原容 佛教我们 随缘 不攀缘 如果有人 要请 应该去 这种是好事情 送往生是真实功德 在家里面 弟子每次 发心去作念 回家之后 丈夫就生病 但是有一次 一位103岁的老婆婆往生 一位出家老法师 先撒症再开始 同归以后 就走了 我们继续作念 回家之后 丈夫就没事 请问是否我们作念的效果 比不上法师的开始 这和法师开始无关系 作念的时候要有诚心 有诚意 有爱心 真正为他作念 送他去西方 极乐世界 如果作念的时候 心里面有夹杂 有妄想 那就 不得力了 不单是不得力 在作念送往生的 还有罪 请问看人作念 回家 洗不洗 洗身 或者换衣 你说洗不洗 如果回家 还要洗身 还要 换衣 那你对亡人 就有 怀疑了 如果你回来 若无其事 不放在心里 你对亡者 就是恭敬 这样是我的想法 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 你问我 我认为 没有这样的必要 真诚心 帮助他的时候 他会感激 就算 他不往生 也会感激你 因为 临终听到 敬圣 佛号 一定可以 减少他的痛苦 这是肯定的 助念团 由两位居士大领 甲居士大领时 很少有众生附体的情形 但由月居士大领时 经常出现 众生附体 有些助念成人害怕 有人说 月居士同地藏菩萨原心 请老法师开示 如果同地藏菩萨原心 就会得地藏菩萨加持 不会有这种情形发生 所以 可以说 这位居士同那些 附体的 众生 有缘 所以他来的时候 很容易来找他 这种就好似 一般附体的情形 一样 一样 身体健康的人 知见正知的人 鬼神 不敢附体 凡是你看到 冤亲债主附体的 冤亲债主附体的人 他的 身体 一定好弱 弱不耐风 平时 精神意志 不集中 这样的人 很容易 感到 冤亲债主附体 你仔细去观察 你就可以看得到 然后你想下 念佛堂这两位 带领的 他们的情况 一定不同 你看下 你前面说的 A居士 和 B居士 你看A居士 是不是精神很饱满 身体很强壮 负体的那些鬼神 不敢碰他 B居士 可能身体就差点了 身体多病 且虚弱胆小的居士 可不可以同人助念 直到 往生火化 可以 你 帮人助念 这是一件功德事情 是一件好事 助念的时候 你真正信佛 三宝 威神加持 鬼神 看到你是个念佛人 对你都尊敬 绝对不会伤害你 你如果有这种信心 你就不会怕 你的胆量 就会逐渐地大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